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麗 中心兄弟的流棚失火問題 從開季以來不曾間斷 時至今日他們人就是六隊中 後援成績最差的一隊 法律高達5.07 連新球隊抬槓雄贏都贏他們 近期流棚又傳出壞消息 自身投手李正常在5月19號的比賽中 因為肩膀緊繃的關係相退 評審總教練是說還要觀察一下 若持續不舒服 後續安安排進一步檢查 截至5月21號賽前為止 還是在一句名單中 不少項目也都在討論 正常今年成績明顯下滑 顯示小禮飛刀已經鈍化 快無法再一軍用了 等級影片我們就來探討李正常技能的成績 看看他的問題出在哪吧 今年已經是李正常 自2018選秀反台以來 面臨第七個賽季 剛回來的時候他真的很威風 從陳寶寶手上 接下終極者的位置 加盟第一年就成為極戰力 在2018下半季 26場出賽之後下13次9年成功 合計25.0局的頭球 防禦只有1.42 一度是連11場登板 頭球50分 從2019年開始 李正常基本上就是兄弟後援防線中 最安心的代名詞 又獲得泡麵計時器的美名 因為他自身投的節奏快 解決搭證能力又強 像是泡麵醬料包才倒下去 還沒泡熟就結束了 連兄弟球團都為他出了一款泡麵題 李正常自己也曾開玩笑說 因為他只有兩種球路 就是1跟2支球滑球的選擇而已 沒有第三、第四種可以選 所以不用搖太多刺頭 很快就可以決定要丟什麼球 投起來節奏也會快一點 兄弟球團對於李正常的好表現 也非常大方 最後一開始簽的3.5年合約到期後 又端出了一張三年約 月薪從70萬調升至80萬 一度是兄弟最高興 李正常當時也透露 這份合約走完後 他應該就會想要退休了 當被媒體問到為何有退休想法時 李正常很直白地說 因為現在環境年輕人越來越多 自己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了 的確 李正常根本預言家 他在兄弟興欠了這張三年約後 與你受到傷勢影響 成績大幅度下滑 原本是一位單季穩定出賽數破50 ERA Plus在130-150之間的強力守護神 到現在已經是頭久水準未打聯盟平均 連單剛勝一組角色都有困難的老化終極投手 除了入隊第一個半季 李正常基本上年年都會遇到傷痛問題影響出賽 2019 先是被搶洗球集中右手瑜伽 會因為肩膀不舒服休想一個月 季末也辭退了12強代表隊 2020年開季是背部跟腰部的肌肉緊繃 造成情緯拉傷 2021年則是經歷手臂緊繃 用拇指關節腫脹等問題 季末還動刀清除骨刺 因為已經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 連要拿他前面的盤子 手都可能使不上力 最近三年 李正常先是經歷了手手發炎 把終結者的位置讓給呂彥晴 後來在台南遇到車禍 賽季直接提前報銷 季末還急著想歸隊 卻收到了反效果 今年李正常原本已經健康回歸 試圖重新振作 可惜球位已經大不如前 本賽季17場出賽EIboss是79 平均每局被上來率是1.96 等於他每次上場投球 幾乎都會先送兩個人上壘 從數據上來看 我會說李正常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直球失去了威脅性 前面提過 李正常的武器庫中 就只有兩個球種 一個是直球 另外一個是滑球 雖然過去他曾練過直插球 希望增加一個武器 但成效不佳 海島製肩膀不舒服 後來就作罷 只希望透過不斷進步 讓自己原有的球路進化 李正常的直球 搭配側頭出手姿勢 有時候會帶升卡的位移軌跡 巔峰時騎上大聯盟時 他的直球極速可以飆到152公里 許有球員跟教練提過 他的直球不但速度快 還很會跑 因為尾鏡太好了 看起來會像蛇一樣亂竄 甚至給予蛇球的封號 我們也可以看下面這段影片 明明丟了都是直球 卻一直四處亂竄 頻頻製造了打者回空 但是 今年的李正常 直球速度明顯下滑 極速雖然還有149 但均速只剩143 跟過去145-146相比 已經跳了2-3公里 而他的直球被打擊率 也嚇死人的高 本賽季超過4成 長打率則來到0.561 回空率僅8.8% 丟到5號位 也就是陣紅中的頻率想很高 現在的直球對打者而言 就是擊毀球 終然李正常有頂尖的滑球 過往被大家稱為鬼之滑球 甚至被不少中職球員票選為第一 出手點跟直球相似 足以混淆對手 競壘變化很晚 又有速度 讓打者向上頭痛 而數據上顯示 李正常現在的滑球也還是有不錯的威力 可以製造27.3%的回空 被打幾率2x59也算低 但這顆滑球 還是得搭配有速度 有品質的直球 才能夠發揮出更好的效果 今天李正常整體的被打幾率 已經來到3x38 寫下生涯新高 被OPS加則高達150 這數字非常嚇人 過往他大概只有30-50左右 現在等於翻了三倍 也因為直球威力的下滑 李正常交出來的回空率 同樣寫下生涯新低 只有15.8%而已 落在聯盟PR29的等級 現在他已經很少在上演那種 登板後乾淨俐落連三顆好球 緊搭著下去休息的泡麵時間了 至於控球這一塊 我必須說 本來就不太算李正常的強項 雖然他節奏明快 但在強勢的2020-212年 保送綠洲界在8-9%之間 今年目前是9.8% 還算可以接受 只不過李正常本來就有個狀況 下一旦送跑者上雷 就很少在管他們的 過往柱總我就曾提過 李正常遇到很多被盜雷的情況 已經演變成大家都知道的弱點 雖然投球本身落差沒有很大 但無法有效勘管雷上跑者 只要遇到雷上有人時 他的壓力就會變得比較大 把資料調出來也非常明顯 連同技能在內 李正常在終止聖雅遇過39次跑者盜雷 跟他搭檔的捕手一共只抓到三位 不管是跟弗萊希、高雨潔或陳家居 李正常都很容易被盜 這明顯不是捕手的問題 而是跑者算準投手不會砍管 刻意去發動了盜雷 所以在不少人的印象中 小禮飛刀只要被喬安打 就算是短程的一雷安 也會被跑成二雷安打近戰得點圈 只是過去的他 可以很瀟灑的三陣下一位打者 讓自己受到傷害 但現在退化了他 已經沒辦法這麼做了 當然也會釀成更大的危機 還有一件我覺得蠻奇特的事 是李正常雖然身為側頭 卻反而比較怕誘打 今年被誘殺的情況非常嚴重 被打幾率高達4x25 對比左打了2x26高處一大劫 而這個現象過去不曾發生過 在今年以前 他對左右打的壓制力其實差不多 今年卻被誘打者痛扁 只求被打幾率高達5x71 連花球也快三成 他不是富邦級位誘打者 像范國城 高國嶺 身後尾等 經驗打他都很有心得 這點是值得去注意的地方 雖然目前的李正常防禦率4.4億 整體失分情況還不算太嚴重 但很多時候都只是驚險度過危機 自身對雷包的情況實在太嚴重 而且被擊球品質也非常差 評分球比率超過20% 給球迷的安心感 真的已經和昔日相去勝元了 可是光看兄弟交易團的使用 其實完全感受不出 他們認為李正常退化了 開季至今兄弟出賽33場 李正常居然就登板17場 頻率非常高 也是全隊最超的投手 兄弟需要拆炸彈時會看到他 領先時也會看到他 落後時還是有可能看到他 這對一位37歲 有豐富傷痛時的老將而言 確實是不曉得負擔 難怪開季才一個多月 李正常身體就有狀況了 結果壞球 這個時候投出了四壞球寶宋 哇這個半局的三位上來者都是四死球 包括一個畜生球兩個四壞球 現在是不是應該要喊個暫停啊 李正常剛才有肆意休息室的人上來喔 最主要是兄弟現有的一軍有 根本沒有幾個穩定的 即便是退化了李正常 都還是必須扛下這麼多出賽數 因為教練團對其他投手的信任有限 就算從二軍拉上來也不太能用 比方向料宇宙 竟然從二軍出發其實丟得不錯 前九場出賽防範率2.16 因此獲得上一軍的機會 最後第一場就兩局爆4分 近期對樂天則是在12比0時登板 丟了三個四死球後狼狽退場 被平野總教練又請回二軍磨練 還有你看蔡奇哲 開季以來跌跌撞撞 一來PUS就五十三 但到現在還是持續擺帶一軍調整 顯現在教練團的評估中 農場已經沒有其他適合的投手 可以上一軍支援 只能相信蔡奇哲能夠找回身手 所以就算現在的李正常已經退化 但他對兄弟來說 還是有很高的重要性 只是我個人比較擔心 李正常竟然賽季結束後 可能就會謀生退役了 過去他就說過 跟兄弟續約時本來只想再遷兩年 合約走完就要退了 後來經紀人討完變三年 他也願意接受 經紀前被媒體問到 對未來的想法時 李正常則表示 如果自己可以打 當然就繼續打 如果評估不行就算了 再找別的工作就好 想法非常豁達 我覺得李正常的領袖特質 是兄弟需要留下的 過去有非常多黃三軍年輕投手 都說自己接受過李正常幫助 受益兩奪 過往他跟王偉誠正副隊長來搭配 也帶領過兄弟贏得二連霸 但是站在現實的立場 兄弟確實該煩惱 賽季結束後要如何跟李正常來談約 畢竟他現在的身手 已經不符合八十萬元型的身價了 這也是近年來很多資深老將 會面臨到的問題 假設李正常不打算繼續當球員 主動選擇引退轉教練 那對球團來說 其實也算是鬆了一口氣吧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李正常退化了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萊莉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